我们谈谈腾讯 因为其实他最近未必是一个头条的新闻 但其实他旗下的公司每天都被约谈 先说回最新的 他有份投资的内地新鲜电商 就是每日优先 近日就被北京市的消费者协会约谈 涉及无法正常经营 就引起这个消费者投诉 当局要求每日优先 要妥当处置这个消费者的投诉 以及公布退款方案和登记方式 保护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再说一遍就是在上一天的新闻 就是网信办提出腾讯旗下的QQ等等的平台 涉嫌一些叫欺诈的讯息和账号 譬如用一些手法去吸引年轻人去开账 或者用他们的账户去获顾 然后再用一些譬如啟动费 认证费的方式去骗取这些年轻人的金钱 其实腾讯昨天又跌穿300元 还有Nestplus减持的阴霾 你觉得到了这个水平 是否也会继续体账什么呢 你身上有腾讯的 我继续没想到 我之前是买了少许的 我博他见底 好像感觉上是有些跌不下 或者好像当天我看看那个图 700我为什么会买呢 你多少钱买呢 我好像是307元 现在都在书 他8月2日震穿了290元那一刻 抽上来 我感觉上他有点似见底 那一刻我带上来我就买了少许 你说关于消息那些 对啊 当然要撥乱反正 怎可以危害我们青少年 但是问题就是说 开始都盲目的了 对于这些新闻 始终腾讯都在pricing 大股东减持的消息 其实迅速已经将很多的坏消息都消化了 所以你说短 我想你说中长线的 你喜欢什么时候买都可以的 你去到二字头的腾讯 你倒回头 在唐牛里的心目中中长线是多长的 其实中长线 其实我也要问大家 我常常说我可以放长线 对啊 我觉得作为 三五七年还是三五七个月呢 我觉得这么说 中长线的意思就是说 我那段时间赢到钱 那些叫中长线 通常都是这样想的 你说 说真的 我跟你说我放三五七年 如果下个月升到上 三百五十万 可能你已经走了 通常都是用你能不能赚到钱 那个想法去做一个中长线部署 我想at least这些位买下去 就是输都是有限 我觉得买腾讯的话 你说短炒的 那你就可能看着上次的低位 二百八十元去做操作 我又觉得 现在应该对于坏消息 都没有什么特别太过大的敏感度了 腾讯 譬如刚才听你的口气就是 你觉得做淡现水平 已经是没什么肉食了 反而就看位吸纳来 等它反弹的直播机会大一点 会不会是这样的操作 我觉得是 因为你始终来到三百元这些位置 要淡的 四百元那时已经做完了 跌了一整够水 你才来做淡 我觉得有点太迟了 就算是你做淡的 你也要先等弹上去 弹数上去 可能十天线都压到了三百零四元了 其实你看到近期它压下来 十天线都挺关键的 每次弹到上去又打回来 弹到上去又打回来 所以你看一下 如果真的要做淡的 你起码要弹上十天线才想 腾讯 我知道你回答了几次 但因为这个朋友 他五百元有货 是 还有友邦八十五元有货 他说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他就说是中长线持有的 有没有机会回到买入价 Billy是你的 就是中长线持有 都说了 中长线持有的目标就是回到买入价 我觉得 幸好五百元而已 我身边很多朋友七百元买的 所以可以的便宜两百元 等吧 我觉得你说要上五百元 其实不容易 就是港股 或者腾讯这些 那么多亏限的情况 我想要上回去有点难度 所以你说 他有没有说话交货 他说现在应该怎么做 我想交货 都是其中一个他会考虑的策略 你又建不建议去交货 我觉得你如果是 你既然都下来了 你不如等下 究竟Lespa减持有的情况 如果你说那些阴霾消散了 还有我想也很看走势 如果你说近期底部 真的建立了的话 我就不介意你继续 拼它回到四五十元 然后你将原本的口货 的成本拉低回 我想看回图的走势 就可以了 速度